终于踏上回国之路了 今天来双微的医院做核酸啊 做完核酸检测应了就可以回国啦 听说平时都要排队的 今天检测的人还蛮少的 在国外陆陆续续四五年了 都没有回国陪家人过新年过 这些年其实还蛮亏欠他们的 好多东西啊 感觉行李箱都不够装装了嘛 卖了两大行李箱 疫情三年多了 都没有怎么经过 吉永坡国际机场里面了 路上虽然车不多 但是机场还蛮多车蛮多人的 久违的国际机场好久不见了 再见了生活了几年的吉永坡 东方航空很久没有坐了耶 来了机场才发现 好多人踏上回国之路 说实话其实真的还蛮舍不得的 所以你过往海关啦 坐上熟悉的小火车 往登机口出发啦 其实内心还是蛮激动的 也蛮舍不得的 激动的是终于可以回国见家人朋友啦 舍不得就是你看了吉永坡的朋友们 心里百感焦急 无谓杂成啦 开始登机啦 即将踏上回国之路 这首席的航空公司 终于要带我们这些 在海外漂泊的人回家啦 马来西亚吉永坡来年再见啦 今天就会发生了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发生了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